哈喽,欢迎收看北溪Buddy,我是Tommy 今天是收到了这个 在巴生有30年历史的一间酒楼 叫做桃园 不过他现在呢 他就搬进去了那一个 Winton Hotel里面 然后呢,他改名叫 玉桃园 原本是因他们的邀请 去那边去介绍他们的餐厅的 不过想到说 他既然都在这间Hotel里面 然后我也没有去住过这个Winton Hotel 所以呢,今天就带买我的家人小孩 我们一起去那边Staycation一晚 轻轻松松过一天 希望这个影片你们会喜欢的 Let's go! 哇,这个Winton Hotel里面 还蛮富丽堂皇的哦 真的,现在来我有点 嗯,原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 借贷顾客啊 借贷那些客户啊 我觉得就 蛮有排场的一个 五星酒店啊,这边 其实这间Winton Hotel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房型 那因为现在我们的check-in的那个房间呢 还要稍微再等多一下子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先去看它 一些不同的房型 带大家参观一下 哦,这个是他们的这个Junior Street的房间 就是有一个客厅啦 OK,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房间 主人房有一间厕所 这我房间 这边有一个Pantry 其实我们在看的这一间呢 它是一个房间,不是那个房间 其实他们还有两间房间的房间 一个家庭来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种这样的房间 哦,可以看到整个巴省的街景 啊,I Central在那边 然后这边,兰花园那边吃肉骨茶 啊,嘿嘿嘿 所以房间就是中规中矩,很有格调 舒服,出进来是舒服的 整个感觉质感很好 我妈妈也有跟我们来啦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间 双人床的 还有一间是两张单人床的 它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孔地哦 我觉得这个孔地可以拿来做很多东西耶 可以把一些市集也好啊 或者是做一些Event啊 做求婚啊 一些小Party我觉得都可以在这边 就舒服,不通风 OK,现在我们就是去这次我们的晚餐的路上 啊,就是来这个芋桃园吃啦 OK,很多人进来这个Winter Portilla 他们都不知道芋桃园在哪里 很多人都找不到 它其实就是在一楼 你只要unlift上来一楼呢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芋桃园的啦 OK,这边呢 它除了有刚才我们看的大厅啦 它还有包厢啦 然后它还有一些给你做Event的地方 比如这边 你看 这边总共可以坐几个位啊 对不对 这边总共可以坐到22位 22位 哦 但是如果说还有更多人的话 其实可以再摆多几张桌子 在这边都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喜酒 我们这边有问题 去到最多是10到15座 现在很多人都不想要做太大型的嘛 小小型的 诶,可以来到芋桃园这边 然后他们的食物好不好吃 等一下我们就去try一下啦 OK,听说你们是 啊,豆腐的是吗 对,我们是豆腐的 哦,是完全没有猪肉的 没有猪肉没有酒 哦,OK 说到这个芋桃园呢 现在有30年的历史了 因为以前叫桃园 啊,也是叫 在KEC Club那边也叫桃园 然后呢,现在这个windermort要起了 从KEC Club move过来这一边 所以他们现在改名叫玉桃园 但是其实都是同样的 对 OK,没有错 就是这样子啦 最重要的是 环境美 然后 多年历史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食物好吃 啊,哈哈 OK,等一下就麻烦 阿托 为我们准备我们的食物啦 啊,耶 这碗鸡汤叫日本干贝 即使炖花椒 所以你看到有一片花椒 然后里面有干贝 然后有鸡肉 然后有香菇 这个就是 先拿一道开胃菜 给你暖一暖胃 然后接下来 还有更多好吃的东西吃哦 真的很多东西吃 但是我不知道 从哪里面开始吃起 所以 我选这边最简单的一样 就是一个 烤炸鸳鸡 又炸又烤的 OK 如果比起来啦 烤的会比较香 它的味道比较够 炸的就普普通通 不过 我相信它有给旁边的酱 就是给你来点那个酱的 所以这个炸的话 如果点这个酱 应该会更好吃一点 嗯 那给你那个酱 嗯 那个酱酱酱辣辣这样 不错 但是我还是觉得烤鸡比较好吃啊 其实有一样东西 我看到我很想吃的 它有点像是中西河壁 喜欢吃滚酥 有蘑菇 有杏鲍菇 芹菜 然后它做到好像有点像是 卡布拉拉的酱料 白酱这样子 它应该是那种奶油酱 然后但是里面呢 就有 那种菇类的那种味道啊 赛卡布的味道 很香 这个这一道很香 很特别 嗯 它就是中西河壁的一道菜 配来个意大利面啊 或配白饭 其实也好吃 这个是 你要拿那个 它的这个包 花包 放那种葱段 黄瓜 鸭肉 然后放一点甜酱这样子 其实这个就像是那个 北京甜鸭这样子 我觉得好吃了 不过呢 我觉得它的鸭肉呢 就稍微干了一点 就不够湿润 如果它那个鸭肉烤到煮细一点的话 会更好 还有这个韩风香茅炸鱼 这个炸鱼很好吃 这个炸鱼很好吃 它炸得很脆 然后里面那个鱼里知道 鱼就是很滑的啦 很嫩的啦 它还淋上一些那个韩式的酱料 酸酸甜甜的那样子 好吃 嗯 我没吃这个很好吃 哇 这个 更很鲜 火上它 你看它还有一个蒜头那些 我只是吃蒜头都很香 不要浪费那些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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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虾肉是很厚的 嗯 它糕跟那个肉啊 全部结合在一起 好香 后面还有一点点不要浪费 嗯 我不懂这个影片出去之后呢 你们还来不来得及吃这个生虾 这个和生虾 因为它现在是promotion期间 全程最便宜38块一只 但是如果说 它过了promotion的话呢 就可能要58后的68以上 所以现在咧 我们是吃到是全程最便宜的 嗯 服务还是很厉害 当然啦 在五星酒店了啊 现在 芋桃园现在在五星酒店里面 所以服务啊 摆盘啊 很多东西都 比以前upgrade了 我相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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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做野菌肥羊 羊肉很甜 然后它的这一个汤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那种菌菇啊 那些来包的这个汤 还有一些药材 所以 它的汤也是很甜 羊肉也很甜 甜上加甜 超甜 像我这样子 嗯 松露酱蝦球自制全蛋面 OK 一看到有松露 我就很爽了 好辣 嗯 我个人不喜欢吃绵绵的 哇 松露味很 我从这边你闻到 对对对 松露味很香 它的虾肉很甜 只是面 面不够 嗯 如果面再早一点的话 会更好 哇 它这个羊肉后来沮丧啊 一开始吃的时候呢 就觉得羊肉甜 然后那个汤甜 就这样子普普通通 但是当你煮完那些羊肉过后 你再喝那个汤 是好喝的哦 它这个汤 我觉得比鸡汤更好喝 是哦 最想吃哪一个 这个羊肉汤很好喝 然后还有那个鸡肉汤 我也是很喜欢 嗯 就是汤汤水水的 你都喜欢 OK 咱们来咧 炸鱼 炸鱼咧最喜欢 你咧 这个 可以 奶油 奶油 你咧 我喜欢鸡汤 你喜欢鸡汤 鸡汤 这个芋桃园的晚餐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是吃一点点 那些阿拉卡特的 我相信还有更多好吃的东西 那明天早上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芋桃园 吃他们的点心 做早餐 如果你们有宴会啊 有派对啊 要请有猪同胞 我觉得芋桃园这边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它这边是鸡汤水嘛 我觉得马来人 他们都会喜欢这样吃 都会想要来吃的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明天早上呢 还会来的回来到这个芋桃园 吃他们的点心 没有猪肉的点心 哎哟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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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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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去吃点心 原来他们这边呢 就是 除了点心之外 如果你要吃一些面食的话 都有的 然后他们这边有那种 运用啊 咖喱米啊 窩蜗米啊 炒饭那些都还是可以在那边点到的 嗯 哇 它的咖喱面还不错哦 有一种小时候的味道 蛮浓稠的 它那种咖喱香 椰奶香 虽然说它的烧麦啦 单价是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 它里面有四颗 如果你讲烧麦 因为它没有用猪肉去做的话啦 它的确有一点小分别 就是它的肉 可能没有那么的扎实 稍微面一点点 但是不太影响口感 哈喽有没有来 跟猪肉也没有关系啊 它本身就是小包 很可爱的小笼 五个颜色很漂亮 哇 小笼的汤汁很鲜甜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的肉稍微的绵了一点 不像是一般上的 你可以咬到那个口感 它这个表面就是 吃下去就没有了 嗯 反正叉烧包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它的那个 口感还是一样 叉烧鸡 叉烧鸡的口感还不错 好 叉烧包就看你喜欢哪一种 如果你想传统的 也就叫它一种 普通包皮的 如果你想吃一点 更加香喉这个 脆一点的 就可以点这个 这个更加吃得出来 一个鲜料的鲜甜 其实这边呢 那种鸡脚啊 炸的这些 鲜脚啊 那些点心全部都有 基本上 点心店该有的 它都有 只是稍微 如果你要讲的话 这个芋桃园的点心 没有一个自己的特色 那如果我觉得 芋桃园可以自己 创造一两三种 属于芋桃园的点心的话 那会更好 嗯 它有一点 signature的菜单 对对对 所以啊 如果有的话呢 那会让更多的人 进来这边吃 或者是有卖点一点 就是他们这边是 就是pock free 所以呢 如果有猪同胞啊 或者是一些 不吃猪肉的朋友 都可以来 不要小看这一群人 对啊 他们就是在寻找这种餐厅 对 还有很多很多 华人是不吃猪肉的 对啊 所以这一间 就适合他们 因为环境真的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对 所以价钱搞一点点 OK啦 这一个点心 吃完过后呢 我们就要去巴城 历史悠久 历史悠久的 以前我都不敢去 应该谁都知道这间的 谁都知道 巴城人都知道 不是谁都进去过 对对对 吃完点心后的 我们就从Windham Hotel 走去隔壁的KEC Club 这家KEC Club 在巴城也是有超久的历史 但是说真的 我都还没有进来过 今天就进来参观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堂 OK 可以看得出啦 其实这一间KEC Club 已经有一点历史的感觉了 都分立在这一边 那如果大家想要学游泳 或者是你们想要当美人鱼啊 都可以来在Dofenni这一边 因为他们的教课蛮红的 我听说 一进到来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Cafe这样子 所以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我们桃圆的Horch 哦桃圆 对 大厅跟房间都包 开到完的话 可以去到30-35多左右 OK明白 以前有来过这边吃喜酒吗 对 喝喜酒的 这样一定是我人缘不好的 因为我没有 没有人请过我来KEC这边喝喜酒 对对对 这边真的很好 刚刚如果说你们想要吃芋桃圆的东西呢 又觉得芋桃圆的位置不够摆的话 其实你们就可以来KEC Club这一边 煮它这个Ballroom 芋桃圆他们那边是可以过来这边煮出菜的 对不对 OK 芋桃圆还是有做素食的是不是 有素食还是有 其实芋桃圆呢 就是说华人也适合来 有猪同胞也适合来 如果你是维基典人也适合来 他们也是有维基典人的这一个菜单的 哦这边又是另外一个Ballroom 这边也是更多人 对 这边可以去到70座700人 700人 OK更漂亮更大气一点的 KEC Club除了有不同的Ballroom之外 设备也是超齐全的 比如Crabhouse一定要有的泳池 健身房 商打房 还有不同的课程 各类球类运动的场地 网球 篮球 羽球 富士 甚至还有B9等等 如果你是会员的话 这里的所有一切 你都可以享用 诶 如果你还不是会员的话 那就联络KEC 询问详情吧 当然啦 我必须老实说 毕竟都二三十年了 所以他们的那一个设备 都会有一点比较旧一点 所以呢 但是他们也说他们开始会 逐步逐步逐步的去 翻新 希望多一段时间 就整个东西看起来会更加行 然后更加吸引更多人来 这样子 如果你们也对KEC Crabhouse 或者你们想要去住Winter Motel 然后还有就是玉桃园 想吃东西 看完我这个影片 都可以去试一试的 所以如果有来一把声 记得住Winter 记得去吃玉桃园 记得来KEC Crabhouse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like and share 如果你们是从YouTube看到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旁边有个订阅吗 按下最有最新的影片 如果你们最知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